日本單日新增確診 頗7萬 天天創新高 這波疫情多為群聚感染 比上週多兩倍 包括教育到兒福等機構 現在官方將5到11歲 兒童接種大陸公費施打 WTO裁定 中國大陸每年可對總價 6億4千5百萬美元的 美國進口商品 課徵補貼性關稅 最快2月實施 美國同時推出新法案 推動高科技研究製造 強化美國對大陸競爭力 時隔6年 蘋果再度榮登 大陸手機銷售冠軍寶座 iPhone 13強勁銷售帶動 蘋果財報預期亮眼 而5G網路需求 智慧雲端服務提振 Ericsson 微軟財報都優於預期 俄羅斯持續在北極軍演 白俄羅斯讓俄軍進駐 美國則考慮將15000部隊 送到烏克蘭周邊的 匈牙利 保加利亞等國 俄烏法德舉行四方會談 仍無突破發展 阿富汗名聲凋敝 戶邊一群人 幾乎都有賣勝經驗 但如今功過於求 很多人被迫 轉而賣小孩 換取溫飽 晚安 歡迎回來 Focus全球新聞 今天我們頭條來看的 是美國的財經訊息 美國聯準會釋出了 升息的訊號 雖然已經是各界預期了 不過今天 雅股跟隨美股跌勢 全面收黑 其中日本股市 在科技類股的領跌之下 收在14個月的低點 南韓股市也重挫3.5% 最近是美國的財報周 科技產業的財報 倒是相當亮眼 美國超級財報周揭幕 我們看到了包括 微軟和特斯拉相繼發布亮眼的財報 緊接著是蘋果的財報 將在今天公布 受到iPhone在全世界熱銷 市場普遍認為 那麼iPhone的財報 出來了以後會帶動蘋果 整體的營收優於預期 那麼財報亮眼 科技類股紛紛上調 全年的猜測 各家都有一個相同的隱憂 那就是 其實他們的供應鏈問題 不管從電動車 或者是到各種3C產品 都遲遲沒有辦法解決 打頭捧撫明心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 在今年第一場利率會議結束後 明示升息 時間可能落在3月中 儘管鮑爾表示 還有空間升息 且不會威脅勞動市場 但最新民調顯示 10個美國人當中 還是有8人 擔心脫膨情況會變得更糟 這讓美國聯準會不敢鬆懈 生怕消費者會因此加速採購 追求更高薪資 導致通膨惡化的更嚴重 消息一出 拖累周三美股到窮和標普500 同步下挫 唯獨納斯達克收到一連串 亮眼科技財報提振 撐在平盤之上 包括電動車大廠特斯拉 第四經營收 從去年同期的107.4億美元 大增到177.2億美元 不但超出預期 還刷新記錄 讓特斯拉看好今年銷量 將成長超過50% 卻也不忘警告 工藝鏈的影響 In a statement Tesla said Our own factories have been running below capacity for several quarters as supply chain became the main limiting factor which is likely to continue through 2022 投資人也緊盯蘋果的財報 特別是蘋果剛成為 中國大陸第四季 智慧型手機的銷售冠軍 更是六年來首度在大陸稱王 兩大助攻關鍵 包括強勁對手華為 遭到美國制裁 以及大陸的起價較低 不只中國大陸 iPhone 13在全球大賣 已經為蘋果創造23%的市佔新記錄 加上Mac的出貨量熱度不減 也讓市場普遍看好 蘋果的第四季營收 會超越華爾街預測的6%成長目標 唯獨iPad平板是唯一一個蘋果認為銷量會不增反減的商品 原因則是供應鏈問題 相較之下蘋果的老對手微軟 才剛在上週重金買下遊戲商動式暴雪 成為遊戲產業池上最大的收購案 進展備受矚目 但最新公布的亮眼獲利和營收 則是因為主力業務派給力 瑞典電信大廠 Eriksson 則受到5G網路需求帶動 第四季財報優於預期 包括在歐洲、北美、拉丁、美洲 業績都持續看漲 唯獨在中國大陸市場持別 至於三星電子 週四公布四年來最佳的第四季獲利 並預測全球的科技裝置需求 會在今年復蘇 但同樣就供應鏈和疫情的風險 發出警示 隨著供應鏈金片荒 成了各家科技大廠心頭的一根刺 半導體龍頭英特爾 則在上週五 當著美國總統拜登的面 宣布砸重金投資 晶片廠的計劃 總投資金額上看一千億美元 總共要蓋八間晶圓廠 而初步的兩間新廠 目標今年年底動工 只是從新建到完成 還得花上幾年的時間 根據美國商務部最新消息 美國企業的半導體庫存 平均已剩不到五天 只怕會再次推升汽車等價格 讓通膨陷入惡性循環 全球經濟當然是受到疫情的攪動 因為供應鏈的問題就是來自於疫情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關注的是亞洲疫情 今天繼續關注韓國和日本 那麼台灣現在在Omicron擴散的期間 要特別關注另外這兩個國家的做法 日本第六波的疫情又到了高峰 星期三單日的染疫人數超過了7萬人 日本官方統計群聚感染 寫下了新高 也就是群染爆發 最近一週全日本至少發生883件 比上個星期暴增了兩倍 最嚴重的是在教育機構群染 其次是兒福設施 日本下修了疫苗接種年齡了 在日本從5歲到11歲都納入了公費施打 另外日本高齡人口染疫的確診案件 快速累積當中 而容易重症化的高齡確診群 再次成為日本現在的醫療負擔 日本第六波疫情失控速度讓人錯愕 26號全境確診7萬1千多例 連日創下新高紀錄 多達33個行政區 卸下單日新增高點 是第六波以來最多輪陷區 東京這間指定醫院患者急增 一週就能消耗14張病床 多數病患都進入中度症狀 有些甚至需要給養治療 而令醫療前線沮喪的是 送外醫院的越來越多都是高齡者 由OMOCOM代起的日本第六波疫情 特征再發生變化 以東京為例 去年1月第三波 共有6500多名高齡患者 創當時最高人數 但這個月一口氣衝到7000多人 快速超過第三波 而當中超過六成患者 僅在一週內產生 首相岸田特別在推特上發片 呼籲國民積極接種第三劑 但日本追加針 接種率卻不到20% 整體覆蓋率在全球中 中科說是盡賠莫作 追加計普及速度 追不上感染擴散 後者勞動省統計顯示 群聚感染也正升高 近一週全日本至少發生883件 比上週增兩倍也創下新高 感染最嚴重的就是教育機構 其次是托兒所等兒福設施 然一年齡從起初的年輕終生代 逐漸往兩頭傾倒 請請請請請請 衛牆在疫情擴大前加以防範 東京已經有三成中小學停課 維持正常教學的學校 也改成分批到校或遠端上課 小朋友對校園生活 再次異性攔珊 為了防止孩童疫情失控 官方決定把五到十一歲的 兒童疫苗接種 納為公費施打 希望喚起更多家長的意願 只不過在疫情間 大人們也真的是難為 擔心軟疫 苦惱收入揍減 到了一定年齡的 還得受更年期的雙重打擊 一般講到更年期 通常直覺聯想到女性 但男性也有相同困擾 尤其疫情間 種種煩惱夾豬扛起家計的 男人身上 讓更年期症狀更惱人 47歲的福家先生 症狀每況愈下 破壞了家庭和諧 工作表現也失常 就像變了個人似的 最後通過檢查 確認是搞固酮不足 經過定期注射補充後 總算恢復原本狀態 醫師說明雖然男性更年期確實存在 但醫學上並沒有專門定義 而男性更年期受男性荷爾蒙多寡影響 在疫情間社交機會減少 男性無法正常製造荷爾蒙 使得近來不少硬漢們紛紛受更年期所苦 醫師表示若覺得心情低落 男人小事失眠已疲倦等等 千萬不要再為了面子硬撐 及時尋求轉美醫師幫助 才是將生活倒回正軌的方法 提供新聞做不到 好 接下來關注WTO一個重要的裁定 使得中美貿易跟科技摩擦會再起戰端 周三WTO針對中美兩國拉鋸長達10年的 太陽能反補貼稅的糾紛 有輕一波的裁決 WPO批准了中國 每年可以針對總值超過6億的美國商品 課徵補貼關稅 美方當然會跳腳 而且這個裁定美方不可以再上訴了 同時間美國基於對中國的科技產業競爭 眾院提出了2022年美國競爭法草案 將為美國的半導體跟供應鏈 提供將近1000億美金的資金挹注 美國就是要確保半導體技術的領先 以及半導體供應鏈的安全 類似的法案 參議院在去年也通過了一個版本 相關法案很快都會提交給美國總統拜登 簽署立法 這會使得中美的競爭再度加溫 中美貿易戰的號角又吹响了 世界貿易組織週三針對中美兩國 關於太陽能反補貼稅爭議案宣告裁定 批准中方每年可以對價值6.45億美元 大約180億元台幣的美國進口商品 課徵補貼性關稅 而且美方不得對這項裁定提出上訴 美國貿易代表署立刻發表聲明 坦言對WTO的裁定深感失望 更直批WTO現行規則 持續被用來保護中方的非市場經濟行為 破壞公平競爭 此次裁決更凸顯了改革WTO規則 和爭端解決的必要性 中方長期對重點扶植企業提供 巨額補貼的做法一直是中美貿易戰中的主要爭議 而此次的太陽能關稅糾紛 也是圍繞在這個議題上 雙方你來我往持續糾纏 早在2008年起 美國就持續對中國進口的太陽能產品 徵收反補貼稅 中方則在2012年透過WTO爭端解決機制 對美方提起訴訟 而WTO先在2018年裁定中方勝訴 要求美方改正 並且在2019年先裁定中方可以對 價值36億美元的美國進口商品 進行關稅制裁 此次再度批准中方 對價值6億多美元的商品徵收補貼性關稅 而美方不但未曾因WTO的裁定 取消反補貼稅 反而從2018年起 對所有進口的太陽能板等產品 徵收15%到30%的重稅 防止中方透過轉移生產地 來避開美方的反補貼稅 昨天我國就美國光伏保障措施 和可再生能源補貼措施 正式啟動世貿組織爭端解決程序 中方2018年曾再度向WTO申請爭端解決 但這起訴訟去年9月由WTO裁定美方勝訴 中美間的貿易爭端 不僅在太陽能產業上相互征伐 在半導體等關鍵技術的競爭上更是激烈 為了能在半導體技術發展上搶得先機 美國眾議院周三推出2022年美國競爭法草案 計劃投入520億美元創立美國晶片基金 藉以強化美國半導體 同時授權450億美元改善美方的供應鏈 防止關鍵物品的短缺 並確保更多關鍵產品在美國製造 早在去年6月 參議院就已經通過美國創新與競爭法 批准拨款520億美元 挨注美國半導體生產 並且授權1900億美元資金 加強美方科技實力 應對中國的競爭 此次美國眾議院提出類似法案 只要順利通過 參眾兩院就能研議出一致版本 並且送交美國總統拜登簽署正式立法 因此拜登在眾議院推出草案後 立刻發表聲明 呈法案可以讓美國在今後幾十年的競爭中 立於不敗之地 更期待參眾兩院早日通過法案 讓21世紀仍然是屬於美國的世紀 在中美貿易與科技競爭將開啟新戰局之下 上個月獲得參議院通過提名的 新任美國駐中國大使伯恩斯 周三在白宮宣誓就職 玄缺15個月之久的美國駐中國大使 終於塵埃落定 儘管伯恩斯起承赴北京時間仍未定 但這座使館在主人到來之前 就已經注定要迎接中美間的劇烈摩擦與衝突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一起關注塔利班政權下的阿富汗 人道危機 再加上冬天的零下溫度 阿富汗很多民眾是全家餓肚子 幾個月前 當地風行賣肾換現金 但是只能夠緩解一時 錢花完了之後 賣肾的為人父母別無選擇 下一步就是賣孩子 面對鏡頭 他們心痛的說 誰都不願意賣青骨肉 但是如果不賣孩子 全家會一起死 賣掉之後 孩子才有機會活下去 拉起上衣 每個人腹部都有一道傷痕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為數不少的人賣慎求生 但以器官換來短時間的溫飽 之後呢 塔利班去年8月 掌控阿富汗後 換來國際經濟制裁 加上當地嚴重肝汗 失業率飆升和通貨膨脹 為了活下去 沒有太多選擇 民風保守的社會 英國Sky News女記者 在當地人允許下 進入一個小房間 裡面都是村莊的婦女 鏡頭前 他們也掀起上衣 賣身的傷痕 清晰可見 有些還沒完全癒合 無奈的是 女性賣身的價格比男性低 大約只能換來1500美金 約合台幣4.1萬元 人們在街上牆裡麵粉 能幹這份活的只有男性 因為在塔利班統治下 女性不能從事任何工作 但戰火摧殘後 許多家庭已經沒有難丁支柱 富人哭著說 好不容易分到一包麵粉 但她一手抱著孩子 麵粉在忙亂中 就這樣被偷走了 而在同樣一條大街上 盛戰士扛著槍 看到國外媒體鏡頭 她驕傲地說 有塔利班在 社會祥和安定 一名男子忍不住跳出來抱怨 安全又如何 大家都沒錢 沒食物 23萬人都不安全 這就是23萬人 不知道 哪些次的餐廳 正值東天的阿富汗 首都喀布爾 平均氣溫都在零度以下 木炭成了民眾 必搶的重要物資 供不應求 冰天雪地中 富人抱著才一歲半的兒子 在公路旁騎套 在採訪這一天 她拿到300阿富汗泥 約合台幣80塊錢 這還算是收穫不錯的時候 為了取暖 許多孩童不慎被火燒傷 醫院的燒烤傷部門 擠滿小小病患 女嬰痛苦的顫抖身影 她四肢嚴重燒傷 而且已經感染 但家人沒有錢支付手術費 祖母與醫師討論過後 都知道她別無選擇 只能回家等死 聯合國秘書長26號喊話 阿富汗人民身陷困境 呼籲塔利班維護婦女和孩童的基本人權 避免更多孩子因此被賣掉或犧牲 與此同時正在挪威出訪的塔利班代表團召開記者會 大談他們對女性權益的開放 然而當會議結束 雙方代表各聊各的 看來沒有太多交集 鏡頭回到喀布爾的村莊 採訪團隊來到一戶人家 他們收到消息趕來 這裡有人正準備賣掉自己的孩子 記者試圖說服他們改變想法 但父母親都賣過剩 目前一個孩子已經活活餓死 另外還有八個孩子要養 已經別無他法 智嫩的小腳丫看在父母眼中 是最難以割捨的心頭肉 但在塔利班政權下 阿富汗的經濟壓迫 讓人民的這場噩夢 沒有醒來的一天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回到來繼續focus 來看美國政情 美國最高法院自由派的大法官布瑞爾 要退休了 九席大法官空出一席 美國總統拜登心急的 想宣布继任提名人選 要趕在11月期中選舉之前 火速在參議院通過任命 也免夜長夢多 以防选後 萬一共和黨奪回參院的話 這個大法官任命案是會申辯的 拜登要兌現競選時的承諾 將提名第一個非裔女性 擔任大法官 最高法院目前保守派和自由派 大法官的比率是6比3 那麼那一位退休之後 這個態勢目前為止 還是維持不變 這是美國政情目前相當聚焦的話題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年長的大法官布瑞爾要退休 九席大法官空出一席 總統拜登預計周四提名 即任人選 現年83歲的布瑞爾 1994年獲得總統克林頓提名為大法官 他是最高法院三位自由派大法官之一 布瑞爾捍衛墮胎權反對死刑 他在總統歐巴馬任內還駁回挑戰歐記健保的上訴 布瑞爾在法庭的仲裁風格很像教授講課 他會問冗長的假設性問題 既有魅力卻也容易讓人惱怒 拜登在2020年競選期間 承諾當選後會提名第一位非裔女性擔任大法官 白宮稍後也對外證實 拜登將兌現關於大法官的承諾 在美國大法官提名不只牽動司法 其中還包括了政治的角力和計算 因為九位大法官的議事形態 自由派或是保守派 將深深影響美國的政治社會教育和文化 因此歷任總統都將提名大法官 視為是重要政績 大法官布瑞爾近年來 就面臨民主黨自由派人士逼退的聲音 民主黨的考量是布瑞爾越早退休 拜登就能趕在11月其中選舉前提名大法官 火速在參議院完成任命表決 以防選舉過後 要是共和黨奪回了參議院多數席次 届時提名要過關可就難上加難 布瑞爾最後決定退休 應該是不想重蹈自由派以大法官金斯伯格的覆撤 他在歐巴馬主政期間 因為年事已高加上罹患癌症 自由派人士建議他退休 但他仍堅守岗位 後來金斯伯格在2020年大選前六個星期去世 前總統川普立刻提名保守派大法官 巴雷特蒂布 最高法院因此又少了一名自由派法官的制衡 目前有八名非裔女法官被列入提名熱門人選 其中又已曾經擔任布瑞爾律政書記 目前是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傑克森 以及加州最高法院大法官庫格爾的呼聲最高 川普雖然只當了一任總統 但四年內就提名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 布瑞爾退休後最高法院保守對自由派6比3的態勢不會改變 拜登任內想再添一名自由派法官 只能寄望有保守派大法官剛好也想退休 TVBS新聞總和報導 查播一個畫面蠻有意思的 哥倫比亞這個小鎮打造了一座颠倒屋 裡面是床鋪梳妝台盥洗設備 全部上下颠倒放在天花板上 這個顛倒屋在南美洲非常少見 很多人趁防疫解封之後 專程到顛倒屋去 在裡面可以稍微放鬆心情 開心一下 哥倫比亞小鎮大批游客造訪 因為當地出現一棟特別的顛倒屋 走進屋內 游客竟然就站在天花板 而固定地面的床鋪和梳妝台 實際上是上下顛倒 只見大人和小孩發揮想像力 拍出有趣的照片 不少人早已受過疫情 這裡剛好能一解封鎖怨氣 能吸引遊客朝聖 屋主也笑開懷 他在奧地利旅遊時 看到顛倒屋 讓他動念 差點因為疫情沒蓋成 而在德國也有六口之家 蓋了一棟顛倒屋 屋內設備具權 只是多了不少趣味 事實上類似建築 近來在歐洲興起 也從疫情下另類風景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兩二三地華人社會 通過農曆新年 中國現在本土疫情沒有退燒 最近的一天 單日新增本土確診是25人 因此每一個省都鼓勵就地過年 北京由於很多人 響應就地過年不返鄉了 北京郊區的飯店 預定爆滿 足足多了三倍 上海的商場 因為流程的人非常多 因此這幾天趕緊加量備貨 那麼選擇看電影的人多了 中國大陸的春節黨旗 初一就會有八部片子同時上檔 目前預售票房已經穩破人民幣1億元 帶個土特產回家過年去 跟家人一起團聚品嘗 大陸春運即將進入運輸高峰 但疫情下 讓這趟返鄉之旅充滿變數 從今天起所有杭州機場出港的國內航班旅客 均需持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報告才能登機 不僅升級防疫規定 杭州即日起到2月9號 每天僅保留一班往北京航班 26號大陸3日新增25例本土確診 其中杭州出現Omicron本土疫情 確診有6例 而北京冷鏈傳播Delta病毒也持續擴散 再添五例確診 各地酒地過年呼聲高 像是北京郊區的民宿飯店 就因為市民轉向不返鄉 預定爆買 大家提前預定酒店的平均時間 是從去年的31天提前到了35天 大多數人會選擇多住一天 平均入住時長達到了兩天 包下飯店過年 北京春節期間 飯店預定量比2021年上漲近三倍 其中八成顧客都是本地人 倡導就地過年的上海 也因為留在城市過年的人大增 商場超市年貨量 備的比以往更足 我是安徽的 我今年春節不普加 在上海拜年貨 慢慢開始吃飯 春節期間 我們每天的蔬菜的備貨量 大概在100分左右 豬肉的春節的備貨量上面 比去年增加了50%以上 過年不像過去到處走訪探親 選擇到影院看場電影的人也多了 截止到23號 大陸春節黨電影預售票房 已突破人民幣1億 總共看個兩到三次吧 旁邊還有那個長津湖 包括去年票房大收人民幣57.7億的長津湖 在春節將推出續集外 大陸大年初一 總共會有8部芯片上映 影院還趁勢推出就地過年 看電影優惠 在16個區31家影院 就是有一些留戶過年的一些群體 可以到影院 憑著他們發放的觀影兌換券到現場 來免費兌換一場春節黨的影片 節慶氛圍越來越濃厚 在浙江一屋應景的虎年掛飾 年化商品也全面推出 這些對聯呢 今年是我們賣的最好的國潮 對聯套裝 這些產品呢 都是我們原創的產品 有別於以往傳統春聯 掛在門口的財神圖 拿著手機 各種討喜的卡通虎掛飾 娃娃也講求新潮設計 過來挑一些就是虎年 要送個小朋友啦 然後送給家人的一些禮品 每天都爆燈的 忙的真的差不多就24個小時都 都在接單的這種程度了 前頭商家訂單爆滿 背後生產工廠更是忙碌 春節順沒幾天就到了 工廠之時候還在趕工 我們在生產的這一款 是今年賣了再爆款的生肖虎 今年生產的話有2000多萬的對數吧 我們24小時輪轉的 就是不停的生產 不然的話根本跟不上這個銷售額 光這家印製春節對聯的工廠 近期每天就要幫電商出貨4000多單 現在還得趕著節銜快遞末班車 把貨出去 儘管就地過年降低了大家返鄉意願 但該有的過節儀式感 還是不能免俗 TPBS新聞綜合報導 同時要過農曆年的是南韓 南韓的疫情已經在失控的邊緣 Omicron的變種掀起了第五波大流行 在南韓的星期三增破了14000例 三天都刷新紀錄 跟日本一樣 南韓是散發性的群聚感染大爆發 它一路從大首爾區燒向了非首都區 那麼南韓防疫的第一線保健福祉部裡面也有31個人確診 南韓現在預估春節的移動人流大概有2800萬這麼多 那麼根據南韓的疾管廳預測到了2月底 南韓單日有可能飙迫12萬例 一樣拜託就地過年 另外祭出了特別交管 南韓會派無人機監控國道車流 另外在轉運站休息站廣設快篩點 持續不斷把關 Omicron變種帶來第五波大流行 南韓26號在通報14518例 已經連續三天刷新紀錄 確診規模持續擴大 全韓各地在線散發性群聚感染 防疫最前線南韓福祉部淪陷 在防本部至少30億人確診 首都宣傳播鏈不斷外擴 經濟到柏州市近郊也有食品公司爆發大型群染 五天之內累計60例 但又春節人潮狹帶病毒下鄉 中南部地方政府保持高度警戒 因為年都還沒過 非首都圈的單日加總已經增破4000例 嚴峻程度前所未有 青上南道中青北道全羅南道通通飽受Omcron肆虐之苦 國務總理金富謙在每日例行簡報會上耳提面命 拜託遊子們就地過年 同時發布具強制力的特別交管期 以應應預測上看2800萬人的人潮大移動 除了大眾交通運輸 只開賣部分座位維持社交距離 南韓國道今年也取消了過路費的優惠 還將出動無人機以及暗房巡邏車 隨時監控車潮 並在公路收席站轉運站等地設置快篩點 鼓勵民眾檢疫 上週剛從中東返韓的總統文在寅結束隔離 出關之後隨即投入疫情防控工作 26號在青瓦台主持Omcron應對檢討會議時 就要求各部門要把握時間當機立斷 還把對抗Omcron成敗的關鍵 拖命給了社區醫院 Omcron熱區率先投入實施抗原快篩 雖然簡易時間縮短 但民眾對於準確度始終打上問號 為了因應病例激增 下個月3號開始 全韓社區醫院將全面接手 形成一戰式新冠管理 除了提供快篩收治病患 同時還得管理居家治療者 只是看在專家眼裡 卻只是故此失筆 若是Omcron持續肆虐 南韓疾管聽沙盤推演 結果顯示 單日新增確診數 將在短短兩個月之內 突破12萬例大關 除了醫療人力短缺 社會各領域也很可能出現 人力空白 讓南韓面臨民生癱瘓的危機 原據教學成為常態 南韓教育環境大風吹 學生們的學歷差距擴大 老師們也心力交瘋 因為不適應視訊授課的模式 加上和家長有代溝 南韓越來越多資深教員 開始打退堂鼓 前面學習的學生 有難學習的問題 有難學習的問題 學生是年輕人的年輕人 因此改動 光是經濟到地區 在疫情年提早申請 民喻退休的人數就明顯激增 最新民調還指出 南韓如今有高達8成5的教職員 都對教育環境感到無力 未見盡頭的新冠疫情 正觸發南韓新一波教育改革 TVBS新聞綜合報導 來看河南出現離譜的警察 要民眾在他執法的時候 用微信操他自己身上的QR Code 繳罰款 讓人質疑 這種罰款法很容易把錢私吞 四名河南交警 團團包圍一名男子 嘴不停罵 手還不斷拉扯 最後把男子推倒在地 路人看不下去 要交警客氣點 但結果 交警口氣凶狠回嗆 只是驅離微庭歧視 要路人別多管閒事 但有民眾遇到同樣一群交警 更離譜的執法行徑 交警開罰不是給洪丹 只要求民眾掃一下他身上的QR Code 用微信行動支付 但民眾發現收款碼顯示為個人賬號 還沒問清楚 警察就先把車給拖走 我還沒有上場 他都打咬手給槍了嘛 我已經被一個現金都推了 可怨的地方了 但我在後面一直被 交警用QR Code收罰款 還沒開任何證明 民眾質疑這錢可能被私吞了 畫面曝光後 河南伊川縣公安局低頭認錯 坦承根本不能用QR Code收罰款 已經成立專門小組調查失職的交警 TVBS新聞王信棠 李明珍 綜合報導 好 來繼續的Focus 歐戰邊緣的烏克蘭邊境 那裡戰民密布 現在俄羅斯不只在烏克蘭北邊的白俄羅斯 也在黑海和北極進行軍演 因為美國考慮派遣部隊前進東歐 但是他不會放在烏克蘭邊境 他會部署在也屬於第一線的匈牙利 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三國 俄羅斯提出要求烏克蘭永遠不能加入北約 美國和北約郡聚莫斯科揚言 這個要求得不到回應 就會採取報復行動 烏克蘭 俄羅斯是否逼近開轉邊緣 美國拜登政府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周三向俄羅斯說不 回決莫斯科提出的烏克蘭永不加入北約等要求 美國駐俄羅斯大使蘇利文26號傍晚親赴俄羅斯外交部遞交正式書面回應 對北約成員門戶開放政策堅持不讓步 盟軍在東歐的部署也不容談判 不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對其他俄羅斯關切的事項則持開放態度 同一時間北約也向俄羅斯做出類似回應 有意改善溝通研究避免軍事衝突的方法和討論軍備控制 但跟美國一樣拒絕更動北約入會原則 接下來求又回到俄羅斯這一方 就看總統普京是否接受歐美的回覆 不過俄羅斯外長已經揚言 如果沒有達到要求將採取報復行動 除了烏克蘭邊境十萬大軍壓境 二十六號俄羅斯也在黑海高調舉行軍演 二十多艘配備雷達的軍艦進行操演 另外北方艦隊也進入北冰洋的八輪之海 包括約三十艘軍艦 二十架飛機和一千兩百人 演練保護北極主要航道 俄羅斯國防部也公布影片 吊蘇三十五戰鬥機到白俄羅斯 聲稱準備參加二月的盟軍決心演習 從方方面面陸海空包圍烏克蘭 莫斯科借到前蘇聯國家白俄羅斯 或普京好友白俄強人總統盧卡申科大力支持 甚至說這是為了回應烏克蘭的軍事動作 外界多認為 普京其實就想在烏克蘭扶植 像盧卡申科一樣的傀儡政權 流亡立陶宛的白俄反對派領袖 紀哈諾夫斯卡亞原來只是個家庭主婦 直到她丈夫被盧卡申科關起來後才參政 根據歐美她其實在上回總統大選中擊敗盧卡申科 但選舉結果遭盧卡申科操縱 之後引發抗議然後鎮壓 反對派人士直指她是靠普京才能繼續掌權 白俄軍隊也從此任普京操控 現在傳出美國考慮把部隊派往隸屬北約的東歐國家 匈牙利、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各約一千人 英美等國也大力支援烏克蘭武器 不過德國僅提供五千個軍用頭盔遭外界批評 烏克蘭首都基辅市長直言 頭盔根本是笑話 接下來要提供枕頭嗎 烏克蘭戰情緊繃 外交談判也持續進行 俄羅斯、烏克蘭、法國和德國外交官 在巴黎舉行長達8小時會談 但沒有突破 預定兩週後在柏林再談 目前美英、澳洲、德國和加拿大 已從烏克蘭撤回部分外交官 美國也要在烏克蘭的美國人考慮離境 TV新聞綜合報導 倒數季日準備過春節了 那麼明天呢還有一天 那麼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 Focus全球新聞 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 再會 我們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